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上自卫队早些时候说,他希望有助于在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,而加赫号的紫内舰,出云号准航母,2017年也保援了菲律宾。 作为其绕南海之行的一部分,被视为日本在外国海域,数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海军力量展示。 此外,菲律宾海军拔言人乔纳森萨塔塔表示,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定于9月1日下午绑的加赫号军舰。 中国南海新闻网注意到,路透社7月曝出消息称,日本将派大型直升级航母赴中国南海和印度洋,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巡航。 此次行动,是日本转航母连续第二年赴南海巡航。 日本媒体Blogos日本时报网站同样报道了该消息,报道着,两位日本官员透露了该消息,并称日本转航母巡航,是希望借此机会,加强起在战略海域的存散。 其中一名日本官员称,此次巡航将于9月开始,为期两个月,相停止日本为了推动自由、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,战略所做出的努力。 中国外交部曾对自由、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,这一概念做出表态着,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提法或名称,都必须认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。 基本地区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,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。 本地区保持和平、稳定和繁荣对整个世界来说,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 中国南海新闻网晚宇时,更多南海问题专业资讯与权媒阶读,尽在海外网中国南海新闻网。 www.nanhainet.cn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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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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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